听说家不远处开了一家巴比娃娃娃娃店 作为巴比娃娃的忠实粉丝 怎么可以不去做做热闹呢 就是这里啦 叶萝莉的娃娃店 老板娘老板娘 这里的娃娃怎么买啊 最近我们店开业大筹兵 不要998 只要9块8就能获得一只叶萝莉 你先看看有没有心仪的 嗯 茉莉 孔雀 萝莉 亮彩 我多想要啊 我决定了 老板娘我要一只萝莉 这是你的福袋 我看看 看 咦 怎么是狼孔雀啊 出售盖不退款 你要是想买 必须去赚萝莉币 打工赚钱还不简单吗 我这就去去就回 先去一个仙剑森林吧 进不去 回头问问 老板娘这是怎么回事 这仙剑进不去啊 别烧急 你可以去找对面家的王莫呢 终于找到你了 王莫小姐姐 请问能不能给我仙剑的货行卡 没问题 不过你得完成我出的题目 按照倒数顺序点击铁块 9876543 搞定 获得了通行状 走啦 哇塞 这里就是魔法仙剑了 怎么赚钱啊 前面有个人 请问这里怎么打工赚钱啊 你跟我BK就能获得罗莉币 那我不客气啊 先下手为强 看我的魔法冲击波 在这里可以召唤仙子和你一起战斗 走吧小工具 让我们用爱去躲蜜他们 这里可是摔怪典 站在这里不停刷 不知不觉 钱财就能哗啦啦紧张了 果然一波就支付了 60颗罗莉币 回家 老板娘我又来了 这次爱一定能买上新衣的罗莉小天使啊 发了一个遍都没有看到我的罗莉啊 看来只能委屈买一只亮彩和魔力 现在就是三缺一啊 可是罗莉怎么获得呢 老板娘你什么时候去博货啊 孩子 罗莉仙子可是限量版 需要前往冰金宫 而且藏有升级宝宝的魔法书会更加好看 冰金宫 谢谢老板娘 要出发军暴险啦 什么 还需要灵犀之门的钥匙 看来还是只能去其他地方找找线索了 仙子的村落里面会不会有好东西 这么高的树屋 爬上去看看 喂 有人吗 你们村子里一个仙子摄影都没有的 不对 这房间里面都有自排 第一个是身子 第二个房间是个 接着就是蓝 最后是腰 伸个懒腰 看公路好像要爬上树顶 真是高处不胜寒 那么就在这里伸个懒腰就可以获得通行证啦 我去找老板娘啦 老板娘我又回来了 我这下来到了通行证可以去冰宫了吧 这只是水灵龙宫的通行证 而且那边特别冷 怪物特别多 那我岂不是白跑一趟啦 特别冷只能再挂一些萝莉币买上一些宝暖神器啦 谢谢老板的提醒 就是这里啦 一声一口气潜水进去 到达内部 继续顺着水流往上游 哇 差点把我憋死啦 这颗蛋又骨快 出口打开了 在哪里啊 水底下潜水进去瞧瞧 吸一口大气跳入水中 不行啦 快要憋死啦 哇 幸好来得及 不然真就死敲敲了 可是找了一大圈都没有看到入口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不然真是不容易